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人都会说赤装很多杂民的人会很多事情想很多事情烦 但原来其实还可以代表出他在情感上会比较温柔和势力 对每一样东西都感受好心 也就是说很容易就会受到其他人影响到他的情绪 尤其是在他面对感情失败的时候 有这个特征的女性就更加会变成一个容易受伤的女人 另外一款也是和温柔特性有关的特征 就是要看看他的智慧线是否弯弯地一直伸延到他 现在看到黄色月幽这个位置 原来有这个特征的女性除了带有温柔的特质之外 原来亦都钟情一些浪漫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想追她的话千万不要触菜红神 接下来要看的就是热情和大方的特征 首先看看他的智慧线的起点 是不是跟生命线同一个起点伸延出来 也就是说有一个分开各自伸延出来的情况 原来有这个特征的人 性格上会比较有冒险精神 做事会比较大胆 敢去接受一些新的东西 懂一些本身不是他自己圈子的人 另外要留意最后两个特征 就是近月幽为止 看看有没有一条向环伸延出来的情欲线 还有上几集都说过 近宗子和无名之对下 有一些幼闻组成的这个金星环 原来有这两个特征的话 好奇即使他在造型上多禁私闻也好 不用说幻觉而已 骗不到你 他本身也很大机会 是属于一些热情大方和豪爽的人来 会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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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